最近气温升高 春回大地 户外活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戴口罩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我们一定会发现 身边几乎看不到什么小洋人了 甚至有一些朋友 乐观地认为新冠结束了 我们终于回到从前了 但是大家可千万不要掉以轻信 我们虽然不用在严方厮守 但是人群密集的地方 还是最好要把口罩给戴好了 因为病毒还在我们身边 新冠感染人数最近虽然大幅下降 但是新冠感染者仍然是存在的 每天新增感染者都在数千例以上 我们身边的病例的确是变少了 那是因为大部分人在阳康州都获得了抗体 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就增强了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不注意防护还是有抚养的危险的 去年12月份以来 全国共发现本土重点关注变异株有15例 变异株依然存在传播风险 除了新冠病毒 还有每年冬春季准时来报道的流感病毒了 你会不会很好奇 这病毒是怎么来的这么准时呢 一到冬天春天就搞突袭 他们平时都躲在哪对我们暗中观察呢 其实病毒只能靠寄生生存了 必须生活在活体细胞当中 落魄的连个独立的细胞结构都是没有的 他们的宿主除了人类以外 还会选择禽类和动物 随着冬天气温下降 人们聚集在室内减少通风和户外活动了 潜伏许久的流感病毒终于就找到了最佳行动的时机了 开始在人群当中迅速传播 狡猾的流感病毒它的结构还很不稳定 经常会变异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防不胜防 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了 春季依然是假流刺客的活跃期 我们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别被他们刺倒了 今年这病毒多少有点拉帮结派的意思 来势汹汹的还有懦如病毒了 这个病毒感染的对象主要是成人和学年儿童 一些城市的学校也因此而停课了 网友纷纷表示说逃过了新冠 却被懦如给干翻了 其实早在1995年 中国就报道了首例懦如病毒感染的病例了 很快全国各地就发生了懦如病毒的感染性腹泻 懦如病毒感染者主要症状为腹泻和呕吐 儿童患者以呕吐为主 成年患者以腹泻为主 国际上通常称之为急性肠胃炎 懦如病毒还具有发病级 传播速度快 涉及范围广等等特点 总之吧 春季各种病毒肆虐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请开窗通风 请洗手 注意饮食卫生 人多的地方要戴好口罩 虽然不能消灭病毒 但至少能够好好地保护好自己 把病毒都挡在自家的门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Kyne